Hello 大家好 朱春路 最近有內地賭客在賭場玩各子老虎機贏了大錢 真是好運 據了解一名內地賭客前日8月17日 在奧博旗下新葡京娛樂場玩各子老虎機 怎知真是好運 贏近300萬元的彩金是否很開心 當那名賭客贏得彩金後打算出示證件兌換時 便被發現入境申請逗留期存在問題 據了解賭客入境時所持有的證件是真正合法 只是如期逗留及後被警方帶走 真是心離一離 當大家都擔心賭客的彩金是否渡過水 賭場又不陪 不用怕 原來那名賭客只是超過逗留澳門的時間 賭場仍然會開支票給他 又據了解所知 雖然如期逗留 但只要以合法的方式入境澳門 以及經證明的話 仍然可以拿到彩金 而賭客贏得大額的獎金 賭場通常會通知駐場的稽查人員 以及扣除政府的稅金後 一般以支票形式給賭客賭客 前幾年有賭客試過用幾百萬現金去報大獎 誰知被他中了一千二百多萬和九百多萬的獎金 他分別在兩間賭場左右 但兩間賭場分別以國子老虎機系統未更新 以及畫面輕了為由拒絕承認中獎結果 雖然客人投訴到博監局 但都追不回 不單止澳門賭場 另外有大陸客 早前在韓國濟州賭一間賭場 贏到貴款 賭場不單止不賠錢 還反為告他出老千 所以這次賭客中大獎 真是雙重幸運 一 中賭 二 還要機件不要有故障 所以大陸客真的很好運 這集就到此為止 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 拜拜